我先接 先接這個 中立這個好了 嘿嘿 你要把YouTube聲音關掉 有有有 剛關剛關 嘿嘿 你好你好 傑克 來 中立MM你好 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現在25歲 然後中立人 這樣 中立MM25歲 很年輕耶 25歲 中立的網友 我之前其實有 幾個月前有上過幾次 不知道你還有沒有講 對不對 也許一點點吧 沒有關係 我請問你是中立的嗎 你戶籍在中立是不是 那你這次市議員有投尤志斌嗎 還是投誰 沒有耶 那你投誰 我都聽我爸媽的投 喔 OK OK 我市長 因為我不住那邊 我現在在台北嘛 然後 回去我就問他們說要投誰 他們就指示我投那個 那個那個 鄭運棚嘛 我就投鄭運棚了 所以你投鄭運棚喔 對 但其實老實說 我對誰要上的那個 我不是 我不會有很大的得失心也沒有 所以你是 你是 你爸媽 你爸媽叫你選誰 你就選誰 對 因為我想說他們老人家住那邊嘛 那他們希望誰誰 誰在那邊 我就聽他們了 可是老實說我投鄭運棚之後 我女朋友很暴怒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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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因為他們很討厭那個民進黨 嗯嗯嗯嗯 啊我自己是沒有什麼好惡啦 我是都 誰都OK啦 因為我覺得地方選舉 就比較 大黃比較沒有那麼熱忱 熱衷在地方選舉 好 然後好像也跟同步無關這樣 嘿 比較是這樣啦 好啦 但是所以你是這個鄭運棚的支持者 你投他 算是 算是 但其實後來翻山正上我也蠻開心的 因為我看到經歷有還蠻好的 就是之前看那個他有做那個行政院長之類的 那你投之前你沒有想到他經歷也蠻好的 你去投他嗎 沒有啊 因為我想說我補助那邊啦 所以我爸媽竟然想要是自貞運棚 就當然 我就台北人 我是希望台北黃山山上啊 結果沒辦法 蔣萬其實也不錯啊 不要誠實中都好 對 我也是一樣啊 所以基本上對桃園來講 反正你又不住桃園 那桃園市長是誰 你就聽你爸媽的 反正孝順才是永遠的就對了 對啊 他們喜歡鄭運棚就去投鄭運棚啊 結果後來鄭運棚也沒傷 對啊 那你爸媽現在還好嗎 我爸媽 其實我爸媽也不是那種政治狂樂者 所以其實也還好 而且其實他們也不算很死忠的民進黨 因為像國民黨那些 就是像里長跟市議員他都叫我投國民黨的 就是感覺真的像你剛剛說的 分裂投票 OKOK 就是地方選舉真的沒有很強烈的 到底要投哪個黨 其實是看人 尤其是里長對不對 里長根本就沒有在看黨 就是服務而已 對 根本沒有在看黨 對啊 沒有在看黨 真的真的是服務 但是也許縣市長還有啦 因為縣市長可能對一般市民的距離 還有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是被他服務到的 你還是會投他啦 對啊 對啊 好 然後就是其實我想要上來講 那個比較冷門的那個 就是這一次不是還有一個小小的公投嗎 喔對對對對對 18歲公民權 靠北我超反對的 你怎麼樣 真的嗎 我反對 那你可以先讓我講講 其實我是佔支持的立場 可是 你說 我其實現在不是要講支持還是反對 其實我是覺得 關注這件事情的人太少 讓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其實我是 因為我其實在台北做那個研究 其實是跟公法相關的 就是也是有稍微在讀一些憲法的東西啊 這樣一些是法律系這樣子 然後 其實這一次的公投跟前面幾次公投 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是蠻少人知道這件事情的 我相信你是有在關注政治 你一定知道 有 但是你投票的時候 他就直接把公投票發給你了 所以你還是會知道 對啊 就是 這是立憲以來 你知道嗎 就是不管是中華民國派 台派 還是什麼統一派 這不管 反正我說的是 中華民國憲法立憲以來 我們第一次有把公投 就是有把修憲這件事情交付給公民 直接用投票決定 所以我覺得這其實算是一個 很重大的歷史時刻 可是卻很少人知道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很可惜 好 那我想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知道你們這邊 就是這邊這個社群蠻多大陸人的 所以我想稍微就是講一下 這是為什麼會這個回事 這其實台灣在前面已經有七次的修憲了 不要說台灣好 中華民國這部憲法 他前面經歷過七次的修正 可是前面七次的修正 都不是藉由公民直接投票來修正的 那前面其實是怎麼修正 第一到第六次是國民大會直接決議 這樣子 然後到第七次的時候是立法院提案嘛 然後經由國民大會覆決去決定的修憲 那我想給我一點時間講一下 第六次跟第七次的修憲 就會顯得這一次的這個公投有多麼重要 第六次的那個修憲 其實那個時候國民大會的存在感已經很低了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他們後面的幾次修憲 四五六次修憲 好像是為了彰顯他們的存在感 為修而修 特別是在第六次修憲的時候 當時他們是把自己的任期 修成無限制的任期 就是沒有人能阻止他們連任這樣子 就等於自己變成了無面王嘛 自己修憲讓自己變成永遠都不會被趕下台 那第六次修憲 因為他們這麼誇張的剛愎自用 然後又要就是好像想要一直賴在那個位置上不走 所以當時我相信你一定比我更有印象 因為你可能年紀比我更髒 那個時候其實引爆很大的爭議 然後大法官那個時候也站出來 弄了一個499號解釋 說他們的修憲是違憲的 因為我們憲法不應該存在一個不能流動 不能政黨輪替 不能就是把這個國民代表換下來的一個奇怪制度 這樣子 所以當時第六次修憲的時候 那雖然是修憲通過了 可是最後又被撤銷了 被大法官說那一次修憲是危險的 所以第七次的修憲就是在西元2005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的這個立法委員就提案說 我們要把國民代表大會拿掉把它刪掉 那同時呢要提高修憲門檻 因為當時的立法委員很怕說 接下來會不會也繼續這樣無限制的一直修憲修下去 那台灣每年都有投票了 然後每年都有還要修憲 那不就是一直制度一直很動盪不安嗎 對不對 所以當時第七次修憲的時候 把修憲的門檻改得很高 變成說你除了要立法委員有一定的人數去支持 去你這個提案以外 同時必須要就是台灣有效的選舉人票 超過一半以上同意 不是說不是像一般的投票是什麼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這種劃分法 而是很嚴格的說有效投票人數的一半 那像今年不是說962萬票嗎 對不對 所以這幾乎是變成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所以老實說後來的17年 從2005年一直到今年2022年 這17年間我們都沒有再去觸碰到修憲這件事情 因為根本太困難了嘛 根本就沒有辦法成功 所以這才會顯得為什麼這一次 2022年這一次的修憲公投有多麼的重要 因為這是我們睽違了17年之後 終於要再一次把修憲這個議題拿出來 而且是第一次 因為以前2005年之前的那個憲法 是不允許人民自己用投票的方式去修憲 他這一次現在修憲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有公民一半的人同意才能過對不對 對就是有效投票的人數一半 有效投票的人數的一半 所以這一次雖然這個18歲公投 他投票同意票是多過不同意票 但是因為他同意票只有564萬 那有效票的 就是有效投票人數的一半是961萬 所以他必須要有961萬的人同意才會過 所以這一次18歲公民權就沒有過 感謝上帝 是是沒有通過 好 這太好了 我覺得關注的人太少了 有一點就是 就算是像你一樣認為是不同意的 但是關注的也太少了 就是蠻可惜的 我認為他其實是一個蠻重要的時刻 嗯 好 OK 另外我提一個有趣的點 就是你知道其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裡面 就是不 我不是說我們中華民國 我是說對岸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裡面 你講我就知道不是中華民國了 怎樣 就是他們的大陸的憲法裡面 他們是訂定18歲公民權的 所以反而是比我們 是嗎 是 你可以去看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18歲 是不是 對 我可以貼給你看 34條 我直接貼在DC裡 喔你有研罪是不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18歲 OKOK好 OK 所以 喔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18周歲的公民 喔 OKOKOK 他有公民權 你看都有選舉權 有選舉權跟被選舉權 OK 好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他們就已經有18歲公民權了 對 他們已經有 雖然 雖然以我這個立場 其實之前我有來過啊 其實我的立場是比較偏 那個 偏綠一點點 沒關係啊 你說啊 對共產黨比較不信任 可是你看至少 不管我對他都不信任 可是至少他們形式上 也有18歲公民權 台灣號稱自由民主的國家 然後還落後人家 欸 不好意思啊 就是說 有一點看起來像極權國家 還落後人家一步 嗯 嗯 就是會讓人有一種 就是覺得 怎麼還輸人家的這種感覺 但是這一點我可能跟你 看法不同 我不是說 能投票的年紀 比較低 就是比較進步的一種象徵 欸 我不這樣認為 因為我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投同一票 我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覺得 18歲就可以 有公民權 然後就可以去投票 嗯 老實說我覺得 一個是 我覺得我有兩個點 主要是 但很多的點都可以支持我投同一票 但我覺得最主要是兩個點 第一個點是 因為我認為 自現當時的資訊的落差的程度 跟現在2022年的資訊落差程度 是完全不能同日而餘的 OK 在自現當時 18歲的人 能夠接收到的任何的資訊 好 這個量其實是不如現在的 嗯 既然我們現在顯然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嗯 一個年輕人一個18歲高中剛畢業 差不多要上大學的年紀 嗯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 有一定的能力 能夠去辨別政策跟候選人的好壞 嗯 所以這是我其中一個支持的點 因為我認為時代已經變遷了 嗯 那那我第二個支持的點 是因為我認為 今天我們的公民教育 已經在高中的課程裡面去 教導這些就是 跟政治跟一定的這個法律跟經濟 相關涉及高度政治的東西 已經在高中 我們希望他在公民國民教育裡面 公民教育裡面可以去知道這些事情了 嗯 既然我們都教了 可是我們又不給他們一個機會去實踐 然後再加上 如果今天18歲的人 嗯 他沒有這樣子的投票權的話 那哪一個政黨的候選人 哪一個政黨願意去真的去關注這些18歲 我們不是一直都在說我們要關注這些青年 關注這些年輕人他們的想法 可是如果今天他們沒有選票的話 這些候選人哪需要來討好你 哪需要來瞭解你的處境呢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真的要去落實這些年輕人的 他們真正的讓他表達意見的能力 他們真正的那些公民的參與 那些希望他們去學習到的 就是社會上應該有的這些東西的話 那我覺得把年齡下修到18歲 他高三的這些學長姐 對於高一高二的學妹來說 他們會認為好我到了高三的時候 我有機會是參加的 而對於這些政黨跟候選人來說 他們也知道不能再一直把這些高中生們當作是 好像就是反正你們沒選票 所以我也不管你 的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是認為基於這兩個理由 我是覺得可以投同意的 好啦OK 其實我蠻感動的 不管我同不同意你的理由 但是你總是把你的論述講出來的 你不是說 就是 就是該怎麼講 跟風啊 好像很吵 然後就去投同意 你也有一塊完整的論述 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論述 我不同意你的論述 我不同意你的觀點 但是我蠻感動的 至少你有一套完整的論述 你知道你是為什麼而投 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論述 不好意思 好你繼續 但是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也是18歲就可以有這個公民權 就是他就可以有選舉權被選舉權 所以其實這個是可以討論的議題 但是我不同意 我我我我 老說我覺得18歲公民權 有一點像是一個世界的潮流 但你我這樣說 你可能會覺得我好像是跟風 但我剛也說了 我我支持他的理由 不是啊 那出櫃也是世界的潮流 你要不要去出櫃 好啦 當然我這樣舉例有點不倫不類 但是我說不是潮流 就是要去做好不好 對啊 但我不是把潮流當作唯一的理由 對啊 還是你要不要講講看你 還是你要不要講講看你不同意的想法 很簡單很簡單 我覺得基本上啊 現在現在這個這個時代啊 那你你當然不是用年齡去劃分 但你總要有一個有一個基準去劃分 我不但不支持18歲公民權 我甚至覺得20歲投票都太早了 一堆20歲的人連自己的人生 很多人連自己的人生的未來方向都迷惘 然後你還要去了解什麼國家大事還什麼 18歲你先去知道你的志願要怎麼填吧 一個18歲的青年 在你的人生裡面 有很多很多你必須要去重視去關注的事情 投票 他絕對是在你的to do list的裡面 很多很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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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當然你們年輕人會覺得 啊你的老coco老人家 我們已經老人自己做著 我跟你講 我18歲的時候 我也覺得全世界我最牛逼 我他媽懂最多 好不好 但是事實上 我18歲就是傻逼一個 嗯 好不好 就是這樣啊 那我知道 當我們這個制度 選舉制度 投票制度 是由有素質的公民 呃 所做為一個基礎的啊 所以這個公民必須要有一定的素質 那我只是希望維持公民 至少有一定的素質 那你把這個投票再往後拉成18歲 往下拉18歲 那等於對我來講 不好意思我直接講了 把這個公民素質再往下拉一階 就如此而已 所以現在的公民素質 我已經覺得不怎麼高了 你再往下18歲 那他媽更低 那當然對你們18歲的年輕人來講 你們太小看 我們這些老人啊 我們已經懂很多 我18歲的時候 我他媽也這樣覺得 好不好 就是這樣 我當然知道你們覺得你們最牛逼 好不好 我也覺得我最牛逼18歲的時候 但是事實上 唉 要學的還很多啦 好不好 但是我反我老人家嗎 我就我就我就 我就照頭嗎 我我尊重你表達你的意見 但我不同意你的意見 那好吧 但我很欣慰 至少你有你的看法 很多18歲年輕人 只是因為很吵 他就去投了這一票 就是這樣 嗯嗯 好 OK 好吧 那我給下一個人時間 好 我怕佔用太多時間 好不會不會 非常謝謝你 非常謝謝你啊 謝謝謝謝你的分享啊 那個MM 謝謝謝謝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嘞 下一位哦